所以这一段经文是什么 是赞美为武功的 他的德性的一个增长 也是拿来给我们去了解 我们立志要成圣 我们要做贤 那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有匪君子 你做一个所谓的 才德兼备的一个君子 刚刚我们不是在唱圣歌吗 圣歌里面不是有一段话吗 要才德兼备 才是真正的一个修道人吗 这个叫做有匪君子 你要有能力 而且你要有德性 只如果有能力 没有德性 你充其量 也不过就是一个枭雄 枭雄是什么 有机会就为一己之私 你会篡位啦 曹操 我们刻印章啊 或者做雕像的时候 现在也有啊 你看木雕啊 石雕啊 他要做一个形象 后学家附近就有那个所谓的做佛像 做神像的店面 你看他先把一块木头拿过来 然后挑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以后 那个雕是用大的刀子 一块一块的木头削掉 除夕以后再用小的刀去细雕 最后再去打磨 这个叫做切磋琢磨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切磋琢磨 精益求精的一个德性的培养功夫 才有后面射兮现兮 赫兮宣兮 什么意思 射兮现兮 这个兮你就不要看 就是射线啊 那个兮只是语注词 没有任何意义 古人的讲话就是这么文字彬彬 射线 就是我们在讲佛门里面 行注坐卧 行什么 有四威仪 走路有走路的样子 坐着有坐着的样子 佛门不是讲吗 坐如钟 对不对 行如风 卧如宫 然后行如 立如松 不要乱动 我们一靠着一坐 我们站着我们就靠墙 我们靠墙 为什么好像 一定要有第三只脚 长大有一个好处 就是脱离父母的掌控 后学的母亲很少讲母 父亲很严格 小的时候只要一站着靠墙有没有 父亲老习惯的亲切问候 就是一巴掌下来 没有骨头啊 你章鱼啊 我们小的时候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章鱼 长大才知道章鱼就是软趴趴的东西啦 所以其实有一个严格的父亲也没有不好 但是问题处在那样的环境的时候从来不觉得好 学到以后才知道还多亏父亲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教导 让我们理解他的意思在哪里 行住坐卧都有该有的威仪 这叫做色限 喝宣就是因为你的德性是如此的一个宏大 喝就是什么大的意思 因为内在的德性具足 所以外面的行住坐卧就什么 就有模有样有规有矩啦 所以中心点还是在里面 如果里面不干净外面就很容易装模作样 一个不留神变成东施孝平 西施走路因为常常有心脏病 所以他捧着心走起路来 让人家觉得楚楚可怜 因为他长得漂亮 东村的一个女孩子 长得简直就是无言的女人 什么意思让人家无话可说啊 他看到西施走路 很多人都在旁边赞叹 有没有那种很哀怜的样子 他也学着人家西施走路 也捧着一个心 也在那个地方挤眉弄眼 做出那么一种小鸟一的样子 看的人都偷出来 所以才有东施孝平 里面如果不是真正的具备 这样德性的本质 外面墙装是装不来的 因为没三鸟的马脚就露出来了 没三鸟 没走三鸟路 原形就毕露了 哎呀 温大大走一二三 一看左右没人就开始又跳了 结果刚跳起来第四步 别人就刚好一面而来 所以里面是最重要的 有匪君子终不可宣惜 一个才德兼备的人 那后面的这一个宣字加言字旁 是让我们难以忘记 宣是忘 不宣就是不忘了 常常让人会记在脑海里面的 这个就是在赞美魏武功 孔子引用魏武功的这么一段的所谓的记录 来告诉他的弟子 还有末世学道的众生里面 要陪德啊 所以如牵如戳者道学也 讲陪德还要兼具什么 兼具财学 你也不能够缺一的 我们说修道 你要福慧两族尊 对不对 那你在学道的过程里面 你也必须要财德都兼备 财就是圣人的义礼的意思 我们要研究道理 要有切磋的功夫 就像那个雏形 光一个雏形要用什么工具 然后后面要雏形显得更为细密 他又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夫 这是在对道学的研究的时候 他花费的心思有多少 我们常说 哎呀我到底听了那么久 我都没记得 因为课堂上你听了 一离开那个门你忘了 回去从来都不想他 就把他束住于高阁 五年十年二十年 他只是浮在上面一个浅浅的什么 一层浅浅的种子 他没有往土里面去深入 所以我们很难 去有豁然贯通的感觉 道理是死的 那为什么死的东西 我们不能理解 不是记忆力不好 是我们没有用心 一件事情反反复复去思维 你怎么会忘得掉 所以现在因为后天的影响 药物的影响 环境的影响 不是有老人痴呆症吗 预防老人痴呆症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每天的行为 到最后晚上的时候 你把它记录下来 强迫记忆 你就不容易得老人痴呆症 这是有医学记载的 日本的医生用这个方法 就让很多老人痴呆症的患者 他的病状不要加深 你每一天把自己做的事情想一遍 然后想一想 就我们所听过的道理里面 跟我们的行为 有哪些地方是配合 哪一些地方是有疏漏的 天天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即便有一天你什么都忘了 你忘不了圣人之道 忘不了圣人之道 将来就可以飘飘在天堂 那什么都记得 独独不记得圣人之道 那就危机重重 但是沾了天恩施德 还是能回去 为什么什么都记得 因为你用心嘛 是不是啊 你把心思放在上面 所以不是只有德性而已 还要道学 所以切磋子道学 如桌如磨者自修 道学什么 你要不断的切磋琢磨 才能够让我们去一理通万理测 当我们道理明白以后 色稀现稀者训利也 你的德性训利就是 你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如履伯兵 小心翼翼 谨言盛行的意思 因为有这份的谨言盛行 后面才会有 特息宣息德性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成长 然后行诸于外的 就是什么 我们一切的作为 是中规中矩的 因为我们才德兼备 这样的一个有匪君子 终不可宣惜啊 别人就忘不了 所以道胜德至善 明知不能忘也 过去的圣人 乃至于未来 将要成就的圣人 你要让人家 默示不忘你的圣灵 就是在于阴地修行的时候 我们尊德性 道问学 道理不断的研究 是为了厚实自己的德性 厚实自己的德性 才有足够的能力 透过我们的肢体语言 去影响到别人 这个就是中庸上面 孔夫子所说的 小德川流是修身 大德敦化是什么 是救世 去影响别人 上一堂课跟各位前前讲 切磋琢磨都是道学 后学口误了 切磋只道学 那道学是不断的切磋研究 当我们道学增长以后 接着要往下里面 去修正我们的行为 这个行为为什么用琢磨 其实坦白讲 这个自我调整的过程 还真的是一个 蛮辛苦的一个挑战 看别人事不关己 看自己关己则乱 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发现了我们的错误 最后还有一个 关键的地方要去突破 发现不够 还要能够坦然承认 认识自己 确确实实的内在心性 有如此多不足的一个地方 只有这样的一个坦然接受 我不如自己预期的一个美好 然后我们才会有勇气 对自己下刀 去修正我们自己 割除我们身上 那些不良的习性 还有秉性 这样子 所谓的透过道学 新鲜的一个提升 才会让我们得性 日立一个茁壮 早上后学在家里面 因为在看王凤严行录 我就体会了一个道理 人真的是 不读书的时候 面目可正 因为不读圣贤书 就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 很容易因为外在环境 产生的突变 然后莫名其所以然的 那个情绪就开始有了作用 我最近在面临一个 很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 所有手机2G的晶片 它都要取消了 然后就要换新的手机 然后晶片要放进去 很累呀 因为我这个人 对电脑的东西 适应性很慢的 所以当我的先生 外面给我 购回了一台手机以后 他问我要选择什么颜色 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牌 反正他出钱 我只开出了一个条件 什么颜色都没有关系 操作越简单就越好 我的目的只要接电话 我的目的只要能够 传讯息就可以 其他的不用都没关系 结果外面四处探访的结果 没有这种简单的机型 因为大家都很聪明 就买回来一台机器 我真的会累死 因为所有东西要重新建构 我就跟他讲 然后他今天早上就开始给我设 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设 等明天下午 因为我今天一整天都有课 我早上要看书 你不要吵我 他兴致勃勃就拿过来 走弄弄又弄弄 然后一下问你的密码是什么 然后很耐心的回一回 然后就一直问一直问 我再一次的发出SOS 我现在看书 真的我对于这个东西还不到期限 所以没有那么急切 明天下午再研究 结果他都摸摸 吸摸摸 摸到20分钟 就告诉我 哎呀奇怪 你这个晶片怎么播出来都放不进去了 然后新的手机也不能用 然后旧的手机也不能用 他说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 刚好一整天都不要用到手机 对不对 没手机对我来说没什么严重 我知道课程最重要 我说不要太紧张啊 我也很讶异 曾几何时我突然脱胎换骨 这么有修养 那是因为刚好正在读圣贤书 在讲到人的情绪 莫名其所以然的出来 那个是最不好的 对于天性的一个伤害 刚读完这一句 所以那边有个人就来测验卷 跟他千交代万交代 现在早上不要摸索 我真的没耐心 就他硬要在那边摸索 摸索的结果 是新的不能用 旧的开始提早做费 然后说哎呀不要紧张啦 几天不用也无妨 对不对 拿去给人家手机行 反正那个鸡片不是要作废吗 又有何妨 他似乎有一点觉得受宠若惊 该迎来的责备 为什么没有加在他的身上 不是应该有一个戚风苦雨 瞬间爆发吗 然后我觉得他在后面纳闷的时候 我就回过头来讲 这就是读圣贤书的好处 不要觉得奇怪 脾气不能够瞬间就出来 这是早上一段小插曲 这也是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对外在的东西 如果你要的不多 你就不会被潮流给牵着走 潮流的东西它都很昂贵的 它需要花金钱去购买 它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的 钱既然不够用 那能够把消费降到最低 那是最好的 复杂的东西 很多东西是我们不需要有的 比如他问我 要下载什么样软体吗 我一看什么软体 哇游戏就几百种 我第一个看是不是免费的 免费的再提供我看 收费的一概不要 我付电话费就好了 游戏软体就弄一堆 我说一个也不要惯 因为我没兴趣 不是我很得性高 是因为我看到 钱贤们惯游戏软体 然后自我的控制力不足 一有空就在那边打游戏 你不是在给自己制造 新兴的一个负担吗 去把它学会了 学会了还要把它砍断 因为知道那个是对我们造成负面的影响 那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接触 我讲的是真话 手机是给我们方便沟通的工具 学到人怎么会无聊到 要天天玩里面的游戏 所以我们被科学的东西给绑住了 不要钱的东西 它要的是你的生命的时间 你不觉得你的生命 比那个游戏的付费还要来的珍贵吗 所以那天我们有个浅显 在那一直玩 一直玩 没事嘛 开完班没事就一直玩难题 大清早我也看着 五点多起来就在那边玩 我就请他教我 我要看他有多好玩 我就玩完了 完了二十多分钟 我就回过头跟他讲 这个玩下来结果又怎样 你大清早起来不是应该读读经吗 看看书吗 你玩那个游戏做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欠缺那个警觉性 我们认为修道有需要把自己 放到这么枯燥无味的生活吗 玩个游戏都不可以吗 那我要反问的是 你的生活那么乏味吗 乏味道必须要用游戏 去填满你的生活空间吗 我觉得没事去外面走一走 看看风从哪里来 对不对 想一想大学里面有一句话 风从哪里来 对不对 它是让你去思索 万事万物的一个本末之道啊 哪有那么多闲时间 去站那边 射这边射那边 几个彩色球就把我们耗费一整天的时间 所以到底怎么学的会 所以要讲课就把题目交给后学 周讲师你告诉我这一题要怎么讲 我是这两年比较有口德 要不然我真的会说你玩游戏的时间拿来多思索 你就不要问别人吗 是不是真的是如此 你们不要认为这是小事 你要无意义的事情去消磨自己的时间 就等于耗费自己的生命 在优婆赛借经有一条 这个叫做什么 你的戒律不完整 因为修道人要把生命要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 扫扫地也很有意义啊 最起码看到创明激进嘛 读读经嘛 思维圣的意理 想一想一天的作为嘛 它都有意义 所以戒律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哎呀杀到云望久五条大戒我都没有犯 那是粗的没犯 细的你没有剪点过 如果你五条都没犯 你的旁边有二十五位护法神 开玩笑我想见你 我都眼光被佛光给刺的张不开了 那请问你 我们身边有那么多护法神吗 护法神是护真正有修的人 德性原辈的圆满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细微的地方 做的不够好 我自己也是啦 我不玩游戏我看电视 这也是虚好生命 所以都要彼此都要互相唱 所以我们研究的道理是要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去把它行诸于外 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真正去做的时候 德性也增长了 然后道理也富足了 你得到的结果就像文王武王 就像那个魏武功一样 被百姓爱戴了 所以后面又再讲 诗经 乌乎前王不忘 这个余系 它是念破音是念乌乎啊 我前王就是指的文王跟武王 如果把它扩大来讲 一切的圣贤先佛 那些有得者 为什么会让末代的众生念念不忘 这个不忘就是精神不朽 与日月同灰的那种意思 我们忘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君子贤其贤而清其心 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因为文王武王 他是在位的一个圣君 所以他的一举一动 是攸关百姓的 所以他就提到文王武王在位的时候 他们清贤臣怨小人 放在我们道场的一个术语就是 我们学道的过程里面 你在学君子之德 你要清净善之士 远离恶之士 我们研究弥勒菩萨本愿经 我们研究幽菩萨戒经 研究任何一本经典里面 都可以看到相同的文字记载 也就是我们在因地学习的时候 请不要忘记 敬诸者赤敬莫者黑 善之士会让我们的心性 与日俱增 像初一的月亮到十五 越来越饱满 二之士会让我们的德性与日俱所 在身口意不检点之下 那个圆满的性德就变成下学月跟上学月 到最后完全隐而不现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二之士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远远大过于一头凶猛的野兽 因为野兽把我们吃了也不过就是一个色身肉体不见了 伤不到我们的灵性 可是二之士会 二之士的影响是生生世世千秋万代的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的当机者问释迦牟尼佛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远离二之士 这是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 孔子不是也讲吗 一者三有 有之有量 有多文 也有损者也是三有 那个损者就是二之士 所以上位的圣君 他要与生世道 他就会亲近贤人 远离小人 那这个小人是什么 这个小人跟这个小人又不一样 这个小人是指百姓 百姓在贤君的失人症的情况之下 他安居乐业了 他得到他想要的 这个叫做乐其乐而利其利 这是我们想选贤举能的一个重要性 贤君在位会带给百姓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安和乐丽的社会 所以百姓漠视不忘 代代相传 想当年文王武王在位是什么样子 今天咒王是 那个所谓的到了周朝 不是一个周幽王吗 也把什么 把周朝画了一个句点下去 那我们要学孔子 学所谓的 颜渊颜夫子 学子私子 他们是不在位的圣人 那圣君在位 他是影响整个的国家天下百姓 那圣人不在位的时候 没有治国的权柄 他照样可以去影响天下的百姓 他用德性 德性熏悉 所以儒家讲的治国平天下 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德性的熏悉 是指不在位的什么 不在位的圣人 因为毕竟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君嘛 所以多半的人都是不在位 不在位不在齐位 你不能谋齐政 那你可以回过头来 去增长自己的德性 以实际的真功实善 去影响周遭的老百姓 这就是大学整部文章里面 他要去提的 所以才讲君子不出家有没有 却能够什么 却能够成教于国 因为你的德性已经被灵礼给称颂 所以声明远过到外面 就像我们在讲顺的大笑 就像我们赞美这个姚说的善让之志 不以家国 不以国天下为自家私人之物 这些都是我们弘扬的 所以这是谈到第三章指于至上 透过自我的研究道学 心性的增长 然后打本还原 才是我们这一生要去追寻的 最好的最安全的一个所谓的 归席的地方 你的七席之所 就是回归到我们的灵性